说起家底不俗依旧被视为菜鸟的军队非印度莫属 现役兵力130万左右 正规军规模仅次于中美位居全球第三 海陆空海岸警卫队建制完善 陆军拥有中程弹道导弹具备核打击能力 海军不仅拥有两艘航空母舰 护卫舰潜艇驱逐舰以及其他战斗支援舰艇配备也十分完善 最近还迎来了被预为世界上功能最为全面的四代半战机 空军拥有一千多架各类战机 其中包括苏30MKK苏35幻影2000等军事强国的王牌战机 加上预备一士兵军队规模已经超过了200万人 把南亚地区的国家按在地上摩擦 在印度洋称王称霸 这样的军事实力看起来已经不输中俄这样的一流世界强国 为什么除了本国人民 其他国家一提起印度军队还是感觉他们菜的抠脚 印度军队的纸面数据表现的却是十分优秀 甚至还常常在全球军事实力排行榜中占据高位 经常在三到六名之间徘徊 前段时间 印度在短短三十五天之内 先后试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验证飞行器 反唐克导弹 超音速巡航导弹 智能反潜导弹 反辐射导弹在内的六款新式导弹 以至于印度民众自认为 本国导弹研制技术已经超过中国 今次于美俄即将走向世界之巅 美国专家却向他们泼出一盆冷水 这样密集的发射频率很难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未来很有可能在战场上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希望印度方面慎重对待 怎么说呢 印度现在的军事实力就像是纸扎的老虎一样 看起来给无聊的印度人民增加了不少吹嘘的成本 实际上距离一流世界军事强国还差得很远 按照印度现有的战略思维 军队训练方式 军工体系水平 即使拥有大量先进武器装备 印军只会成为守着宝山雀活活饿死的傻子一样 这样的军队有弹劾作战能力呢 印度想要成为世界强国 不应该一味的充当欧美国家的马前卒 而是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解决本国经济工业体系发展 至少让全体国民摆脱饥饿 其次要好好整治军队内部的腐败状况 精简队伍保障士兵的福利待遇 推广营养均衡的饮食 提升士兵素质 而不是为了节约成本 拿高热量高饱腹感的食物对付 真正做到将士一体 cosm Chemist 精简 nutr sell 词一找 未经由